如何正確使用嬰幼兒的後向式汽車安全座椅 是保護嬰幼兒搭車過程中的重要關鍵 國民健康署邀請專家正確示範兒童安全座椅 安裝安全座椅的口訣就是後安固程 那在我們的氣溫稿當中 又有舉動給媒體朋友們做參考 那第一個步驟呢 後呢就是我們現在進行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我們這個安全椅的一個安裝呢 針對兩歲以前的寶寶 我們是以採用後向式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來自於去預防我們寶寶的頸椎 還沒有發育完全 所以在我們受到車禍衝擊的時候呢 我們的人是先往前拋 再往後甩的一個方式去運作 所以呢 我們的寶寶的頸椎或是前向的話 他就是會用他頸部去抵抗這個領域 所以就比較容易受重傷 那所以用後向的一個方式 就是用他全身最多的一個骨格跟肌肉 來抵抗這個力量 所以相對呢 在這個數據上面是呈現75%的一個安全性的一個提升 所以我們在後向式的一個部分呢 是在兩歲以前去需要去做到的部分 那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安裝正確安裝 我們這個安全座椅呢 不同剛剛我們弘醫師所提的 每一個安全座椅都有他的安裝機制 所以像我們這個安全座椅呢 其實為了怕大家說明書沒有帶在身上 你在旁邊都有這些安裝的一個標示圖 你如果沒有按照他的安裝步驟裝的話 還是要照這個指示安裝完之後 記得我們這個安全帶 因為在前端的時候 我們需要拉出比較多的一個安全帶 讓我們安裝做使用 那最後的時候就是這個往回縮的這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手壓著這個椅子 然後把這個安全帶往回縮的這個動作 可是要固定 圍洞這樣子對不對 他才能夠確認說 搖晃他是完全的在這個椅子上面 然後就是固 OK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把寶寶放上這個椅子之後呢 系上寶寶在安全座椅上面的這個安全帶 那一樣就是我剛剛做的這個動作 要在寶寶的安全椅上再重做一次 就是寶寶的安全帶 你也要確認說他是不是已經有細部拉近了 那這個最後就是一指的寬度 我們剛剛講到說 孩子的身體到底跟這個安全帶 應該吸不到多緊的程度呢 我們就是用一指的寬度來做確認 那我想潮實化的經驗下 每一個孩子的出生都是寶 不管是家庭 對國家來講都是非常的重要 除了孩子帶給我們的喜悅 但是怎麼樣能夠讓他平安的長大 我想我們都一起來關心 特別是在這個交通上面 我們交通部份不會很長期 非常關注我們兒童安全的事情 特別家庭你快樂的要出遊 要去逛街要去旅遊 帶著小雷尼要出去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讓這個雷尼 在最安全無理的情況下 全家都能夠快樂的出遊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想今天的記者們 其實就要告訴大家 有一些更好的方式 更好的觀念 讓我們不要讓小孩子關在家裡 也要帶出去享受天吾的食物 但是要安全的帶出去 安全的帶回家 那是我想最大的問題是讓 孩子能夠有一個快樂安全的環境 能夠長大 根據研究指出 大約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 兒童死亡事件是可以預防的 在國民健康署6歲以下 兒童死亡原因回溯分析報告 110年回溯個案中 認定19位是高度可預防性的個案 匯集常見的五大迷思問題 與新手父母共同破除錯誤觀念 兒可以學會其實長期以來 就非常著力在推動 各項的兒童安全事故的預防 所以關於汽車安全座椅的使用 其實我們兒可以學會在107年的時候 就已經出了一個聲明稿 來建議推大家民眾們 一定要落實的使用兒童安全座椅 因為這個是攸關兒童安全 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在這樣的一個交通的衝撞之下 小朋友光靠大人的抱 是絕對沒辦法保護他的安全的 有太多的一些事故傷害 我們看到的大人都沒有受傷 小朋友就有重傷甚至死亡 尤其國家最近幾年在推動 6歲以下的兒童的死因回溯分析 我們把逐案的 把各個事故傷害的案件 都逐一的審視 就發現了兩例 8人都沒有受傷的車禍事件 而孩子是死亡的 這可見 其實真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他又沒有使用安全座椅 所以可以知道 如果大人在適當的安全帶的保護之下 可以免於的傷害 在小朋友沒有被保護到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遺憾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事故傷害的新聞 其實也不是只有這一兩年我們做死因回溯 才會看到 其實以前新聞事件也都聽不到 所以在美國大家都習以為常的 開車出門就一定要有安全座椅 沒有安全座椅 根本警察不會讓你上路的這樣的一個氛圍 其實我們應該也要逐步的去推動 所以國民健康署主要的業務 主要在管理在我們的醫療機構這一段 就希望我們從一出生 從新生兒的回家的第一段路 就被關注到 就被保護到 就被意識到 大家一定要養成這樣的習慣 所以我們希望從寶寶出生 就開始保護他 保護他行的安全 然後我們就一起來推動 總結家長準備 士林汽車安全座椅 要牢記安裝與後座 穩固不晃與寄警安全帶等要決 在寶寶出生前 就要先準備汽車安全座椅 才能為寶寶從醫院返家 提供最安全的回家之路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